念佛确实 不需要真正把见识翻的方向 因为见识翻的方向跟一般修行功夫没有两样 尽忠所谓的待业往生 是带着烦恼啊 你得念佛什么也 可是有个条件要记住 大家都疏忽 你要有能力把烦恼扶住 所以他讲福烦恼不是断烦恼 福烦恼是念佛功夫得力 所以念佛怎么个念法呢 一定要知道 中文说的这句话跟尽忠没有两样 不怕念起只怕就止 念头起 不管你这个念是善念是悟念 不要管 念头一起就错了 你看善我不是念兵吗 不管他是善是悟 念头才起 第二念就是拿摩阿弥陀佛 就把它换过来 这叫会念佛 不会念佛的人 一面念佛是一面还起忘念 那叫不会念佛 这就说明什么 你压不住我 你的佛号能把烦恼压住了 这叫功夫成品 这叫得清净性 那为什么呢 心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确实没有一个咋念 这叫功夫成品 这叫念佛三昧 这个境界里头 就有小通发现 那这个功夫越得利 我不念佛的时候 这忘念也不起来了 念头不是什么有意义 还是你这个功力 把他压住 不说的话 这里的后面就好了 4 6 7 7 4